滚烫鲜红的岩浆在地表上留下焦黑伤痕 还不断冒出阵阵浓烟 超过700位岛上居民 周二被要求在当地晚上7点前紧急撤离 这是因为火山北部的熔岩 正往岛上西北的住宅区避近 西班牙拉帕麻道火山 喷了三个礼拜还没喷完 而且岩浆已经吞噬当地超过1100栋建筑 熔岩更覆盖将近5平方公里的范围 相当于19座大安森林公园 住在工业区附近的3000人 现在想撤离也不行 他们爬上屋顶忧心地看着火山岩浆 不断流进工业区 岛上的最新危机就是岩浆 导致水泥工厂大火 印发的火灾烟雾可能有毒 让当地政府不得不下达封锁令 除了水泥工厂可能出现毒气威胁 三天前才开放的机场 现在航班在受影响 当地军方也紧急爬上住宅 清理大量火山灰 就怕西班牙多风的气候 会让火山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TVBS新闻综合报道